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肾综合征出血热 它的名字又叫流行性出血热 那么这个出血热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章节 那么涉及的知识点很多 所以我们要非常仔细的进行很好的复习 那么首先我们来学习它的概念 在概念里面我们先要掌握第一个常考的重点 就是要知道综合征出血热 它有三大主政 那么这个三大主政怎么记呢 我们要记住这个出血热它的全称 有的人叫做流行性出血热 那么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慎综合征出血热 那么这个名字一定要记住 那么我们把这个名字记住之后 它的三大主政自然而然就记住了 我们看前面它叫肾综合征出血热 那么首先它要有肾综合征的表现 对不对 所以要有肾脏的损害 那么第二个它有出血 所以它有出血的表现 第三还要发热 它有发热的表现 所以三大主政 我们把名字记住了 那么它的三大主政自然就记住了 那么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再来简化一下 你可以记成什么呀 肾出血热 那么肾出血热 第一个字肾就代表着第一个主政肾脏损害 那么出血热第二个词出血代表着第二个主政出血点 第三发热 好这个我们就记住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再来巩固一下 那么肾综合征出血热的三大主政就是肾出血和热 对不对 所以选择答案就是C这个选项 好了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学习它的病源 那么肾综合征出血热 又叫流行性出血热 它的病源是一种病毒 这个病毒叫做汉坦病毒 好 这个名称要记住 那么有的时候考试难度加深 它还会考汉坦病毒属于什么科 属于布尼亚病毒科 这个布尼亚也要记住 好 那么这个汉坦病毒是一种RNA病毒 那么它的病毒当中有多个血清型 其中一型和二型是主要的流行性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道题 它说关于出血热哪项是正确的 A A 汉坦病毒 那么考试的时候有同学说了啊 那么这个汉坦病毒我忘了 我怎么记呢 给大家一个记忆的方法啊 我们看这个人在怎么样啊 在流汗 在出汗 我们记住 天热出汗啊 热的出汗了 这个热就是什么呀 出血热啊 出血热啊 很热 怎么样啊 它出汗 这个汗呢 就是汗坦病毒 这样联系起来啊 类比的方法 记忆呢 就好奇多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流行性出血热 它是汗坦病毒 那么它属于什么病毒类型当中呢 这个汗坦病毒啊 又属于布尼亚病毒 那么有同学说了 这个布尼亚 我就是记不住 怎么办呢 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些巧技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我们知道这个流行性出血热 它的病毒呢 是汗坦病毒 这个我们要记住了 为什么呢 天热出汗 对不对 出血热 因为热 所以出汗 它是汗坦病毒 那么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会出汗呢 因为啊 穿了厚厚的布衣服啊 我们就把这个布衣服 也记住了 这个布就是布尼亚病毒啊 所以答案选择D 那么这个呢 我们通过巧技的方法 我们能够把这个知识记住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流行病学 那么流行病学呢 我们先来学习它的传染源 那么传染源 我们要知道 是老鼠 这种镊齿类动物 是主要的传染源 那么这里头呢 就是一个陷阱 啊 那么这个陷阱呢 很多考生都觉得啊 这个传染源是病人 这里面要记住 病人不是传染源啊 传染源是老鼠 这个不要搞错 好 那么老鼠呢 啊 在我国呢 有黑腺基础啊 那么黑腺基础呢 主要在野外存在 它是野鼠 那么家鼠呢 是这个鹤家鼠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主要的啊 传染源 而是老鼠是主要传染源呢 因为啊 人体当中了 所携带的病毒数量 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它不是最主要的传染源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啊 这道题呢 你看 它说传染源主要的是什么呀 很多人就选病人了 注意 错了 是应该选择什么 老鼠 孽齿类动物 选择A 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学习它的传播途径 那么传播途径呢 我们要知道啊 它具有多种传播方式 记住关键词 多种 那么我们就学习它有哪几种 第一种呢 就是接触传播 那么有的人啊 他的手上啊 像这个人有伤口啊 有破口 那么如果呢 这个有破口的手接触到了病毒污染的啊 比如说野外的草地啊 那么在草地上这个草里面啊 含有病毒 那么这个人呢 在野外工作啊 他接触了这些有病毒的草 那么这些病毒呢 就会趁虚而入啊 进入到人体 那么这个人呢 就会感染 好 那么第一个就是接触传播啊 是通过有窗口啊 切入人体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呼吸道传播啊 就是有些老鼠身上呢 他有病毒 那么老鼠呢 排尿排粪 那么这个排尿排粪的病毒呢 他可以怎么样 吸附于尘埃啊 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空气当中的尘埃的放大图啊 那么尘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脏东西 其中呢 就有被病毒污染的颗粒 那么这个人体啊 一呼吸 这个病毒呢 就会从呼吸道进入人体 好 第二个传播是呼吸道传播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传播呢 是消化道传播 那么消化道传播 主要的是通过食物进行传播 那么这个食物呢 是被老鼠的排泄物污染的食物 那么老鼠的排泄物里面有病毒 那么污染了食物 那么人呢 吃了这些食物 这些病毒呢 就会进入到口腔 进入到胃肠道 如果口腔胃肠道 有一些破损 比如说这个人有溃疡 那么这个病毒呢 就会通过这个破损的地方 进入到人体 好 这是消化道传播 第四个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考点 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啊 画一个三角 可能会考到 那么它是通过 满霉传播 是通过一种虫子 钉咬 那么这个虫子呢 身上有病毒 它可能 这个虫子 咬了老鼠 这个老鼠呢 身上的病毒呢 就进入到这个虫子了 那么这个虫子呢 身上有这个病毒之后呢 再去咬人 再去吸血 那么就会把病毒传染到人的身上 好 这个满霉啊 这个满虫 样满啊 或者是隔满 这个我们要记住 它叫满霉传播 好 那么我们啊 再来看一下 第五个传播方式是垂直传播 垂直传播呢 指的是从母带传染到子带啊 这个从上到下 这叫垂直传播 那么垂直传播呢 可以传染给胎儿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道题 把这些知识再来复习一下啊 他说出血热哪像是错误的 A可以接触传播 这是正确的 对不对 B可以呼吸道传播 也是正确的 C可以满霉传播 也是正确的 D呢 可以垂直传播 也是正确的 E 蚊霉传播 通过蚊子叮咬传播 这是错误的啊 那么我们臭面会讲到 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是什么呀 是乙脑 是乙行脑炎 好 那么这里头呢 不要激混了 我们要记住 出血热是满霉传播 那么怎么来记呢 给大家一个记的方法 你看这个人啊 非常有志气 说我要努力向上的学习 我要好好学习 他是什么呀 他是热血满怀 这个热呢 就是出血热 满呢 就是满霉 好 我们就记住了 出血热是满霉传播 而不是其他的蚊子 其他的虫子的叮咬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易感人群 人群呢 是普遍易感的 好 那么感染后呢 是多鉴于显性发病 就是感染上病毒之后呢 大多数人都会有很明显的症状 那么隐性没有症状的人 是比较少的 那么这种人呢 多鉴于轻壮年 我们说过 青壮年 那叫从事劳动 比如说农民 比如说野外工作者 那么他进入疫区了 这个疫区里面的草里头 或者空气当中的尘埃 里面呢 有可能有病毒 所以呢 就容易被感染 那么 青壮年的 劳动者 往往是高发的 这是发病率高的 好 那么病后呢 可以获得持久免疫 那么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人 得过出血热 那么他身体当中呢 就会具有长久的免疫力了 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流行特征 那么流行特征呢 在全世界 中国是疫情最重的 这一点呢 我们要记一下 中国的疫情是最重的 好 那么约占全球90%的病例 在中国发现 那么这个病呢 是在20世纪30年代啊 开始出现的 那么这个出现的时候呢 是在侵华日军当中 首先发现的这个疾病 好 那么后面呢 后来呢 再逐渐向全国各地蔓延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具有明确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那么如果是野外的老鼠传播的呢 是秋冬季为主 那么家属呢 是以春夏季为多 好 那么人群分布 我们刚才说过了 是青壮年 尤其是野外工作者啊 容易接触到野鼠的粪便啊 尿液啊 这些污染的东西啊 这群人是高发的 另外呢 农民啊 经常接触到野外啊 接触到庄稼 那么接触到野鼠啊 这个是一个高发的人群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发病机制 在发病机制里面呢 我们重点要知道 它的直接的病毒作用呢 是对人体的一种侵袭 那么它侵袭在什么地方呢 要掌握 侵袭的部位是小的血管啊 小的血管 好 那么侵袭到小的血管会造成小血管的损伤 那么小血管损伤之后呢 就会发生出血 然后我们后面说 为什么它的三大主症是出血热 是不是要出血 就因为小的血管受到损伤 会引起出血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肾脏的损害呢 因为肾小球里面有大量的小的毛血管 那么肾的小球的毛血管受到损伤 那么肾功能就会下降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作用呢 是免疫损伤作用 除了病毒直接损伤之外 那么这个病毒呢 还会产生诱导人体产生抗体 那么这些抗体呢 对我们的机体是不利的 它会损伤肾脏 进一步损伤小血管 那么这个是一个肾小球 那么这些免疫复合物呢 就会对这个肾小球造成损害 那么引起肾功能的下降 所以这个病叫做什么呀 肾综合征出血热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再来复习一下 他说了出血热发病机制主要是什么呢 好 主要有两方面 一个是直接作用 直接的侵袭作用 一个是免疫损伤作用 好 选择D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再来学习一下休克的原因 那么休克的原因啊 是在我们后面讲临床表现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一个出血热的一个时期 出血热啊 先是出现发热 然后呢 会出现低血压和休克 那么这个低血压休克期啊 他的病人的表现就会出现血压很低 休克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休克呢 原因就在于血浆外肾啊 血浆外肾 那么为什么会血浆外肾了 血浆跑出去了呢 原因又在于什么呀 血管损伤 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啊 就说这个出血热 他最基本的机制啊 最基本的损伤的病因就在于小的血管的损伤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示意图啊 小血管损伤了 那么会怎么样啊 会出现血管的通透性的增大啊 血呢 就会外肾 那么血外肾的多了 当然呢 血管当中的血量减少 那么就会造成血容量下降 血容量下降呢 就会发生休克 好 这是休克的原因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他说啊 出血热早期休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血浆外肾啊 选择B这个选项 好 那么再来看一道题 他说流行性出血热常见的休克属于什么类型呢 刚才我们说了啊 先是小血管损伤 血管损伤之后呢 血管里面的血浆外肾啊 那么血容量下降 那么血容量下降 这是流行性出血热休克的原因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是什么呀 血容量下降属于低血容量性的休克啊 选择C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出血啊 我们说肾综合征出血热 他有明显的出血的表现 为什么出血 还是什么呀 小血管损伤了 那么小血管损伤了 那么就会出现出血的表现 好 那么这是早期的出血 那么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 到了晚期的时候呢 还可能发生DIC啊 弥漫性血管性啊 这个凝血啊 这种时候呢 是凝血机制异常引起的出血 那么长考的原因 我们要记住前面的啊 就是早期出血的原因 在于血管损伤啊 血管损伤 好 那么我们来看病理 病理呢 他的表现也是什么呀 小血管损伤 所以啊 学肾综合征出血热 学急性流行性出血热 那么一定要记住什么呀 一定要记住五个字 小血管损伤啊 这是机制 也是他的病理表现 那么这个小血管损伤了 就以肾脏最为明显 所以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引起肾功能的下降 那么小血管损伤呢 也可以引起出血 所以会引起出血点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这道题呢 比较简单了 就说出血热 基本的病理改变是什么呢 啊 选择A 是小血管的死伤 对不对 小血管 毛血管啊 变性坏死 好 那么我们把基础部分啊 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学习临床部分之前 我们再把刚刚学到的基础的一些知识呢 做一个回顾啊 把重点再来总结一下 好了 那么这个重点 第一个考点 我们要知道肾综合症出血热 它的病源是什么呢 是病毒啊 而且叫做汗坦病毒 怎么记呢 我们说了天热出汗 对不对 出血热会有什么啊 汗坦病毒 好 第二个 我们要牢牢记住 它的传染源不是病人 而是逆屎类动物 是老鼠 传染源是老鼠 好 那么我们啊 要注意这个陷阱啊 病人不是主要的啊 传染源 那么再来看传播途径呢 记住两个字 多种传播途径啊 就有多种 那么传播途径当中呢 啊 有接触传播 有呼吸道传播 还有消化道传播啊 还有满眉传播和垂直传播 那么其中这个满眉传播是它的特点啊 我们在我们考试当中涉及到的传染病 只有出血热 是什么呀 满眉传播啊 是啊 通过满虫钉咬而进行传播的满眉传播 好 这个要记住 好 那么怎么记呢 给大家一个记忆的方法叫做热血满怀 热就是出血热 满呢 就是满眉啊 满眉 好 那么在发病机制当中一定要记住五个字 小血管损伤 正因为小血管损伤 所以会出血 正因为肾脏小血管损伤 所以会引起肾脏的损害 好 那么正因为小血管损伤呢 还会引起血浆外肾 血浆外肾呢 血容量下降 会引起休克 也就是说 它的最核心的这些重啊 严重的表现 都是由于小血管损伤造成的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去进行临床部分的学习 那么临床部分呢 首先我们先来掌握它的知识的框架 那么我们要学习五期经过 五期包括发热期 低血压休克期 少尿期 多尿期和恢复期 那么其中呢 我们重点要学习发热期和少尿期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先把这个五期呢给大家讲一讲可能的考点 啊 典型的患者是有这个五期的 那么对于不典型和亲情的患者呢 可能呢就没有五期的表现了 啊 那么对于重症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呀 重叠的现象 比如说这个人很重啊 它的发热期和少尿期就在一起出现了 发热的同时就出现了休克 出现了少尿 说明病很凶险啊 这是重叠在一起了 好 注意啊 典型的人是有五期的 这五期的名称一定要记住 而且顺序也不能出错 那么同学就说了啊 这个顺序我记不住啊 这五期我背来背去很容易混啊 少尿多尿恢复低血压 发热经常容易被错 怎么办呢 好 给大家一个啊 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个记忆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道题 他说了流行性出血热 哪个是错误的 A 汉坦病毒引起没有问题 季节性没有问题 鼠类传染源没有问题 皮疹是出血性的啊 没有问题 好 那么 E均有典型的 注意这个典型 五期经过 错了啊 有些不典型的人就没有五期经过啊 选择E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顺序是一定要记住的啊 那么发热低血压少尿多尿恢复 有同学说我就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给大家一个记忆的窍门啊 我们来看一个啊 小故事吧啊 好 那么首先呢啊 老板啊 就说了今天要怎么样啊 今天要发工资啊 同志们是不是很兴奋啊 发钱了啊 好 但是呢 我们看领到的钱是不是很少啊 啊 我们数一数也就是啊 500多块钱啊 那么我们干了一个月啊 就领到这点钱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我们心情是不是这个表情啊啊 非常的灰暗 好 这个小故事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五个字啊 啊就是什么呀 发的少 发的少 多灰 发的钱这么少 我们多么的心情灰暗啊 对不对 发的少 多灰啊 那么发的少 多灰就是这五期的顺序 发就是发热期 低呢 啊 发的少啊 这个低啊 发的少 这个低呢 就是低血压期 少呢 就是少尿期 多呢 就是多尿期 灰呢 就是灰伏期 我们把这个小故事啊 记住 那么这个就一定能够记住 发的少 多灰啊 多么的灰暗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呢 很多人做错了 但是我们有的很好的记忆方法 我们一定能够做对啊 就是发 低 啊 少啊 少 好 发 低 少 多 灰啊 那么答案出来了 选择A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考试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于发热期 那么发热期 它的核心知识 要学习三痛 三红 出血 和肾脏的损害 那么这个也不好记 我们一个一个来突破这些烤点 首先 我们学习三痛啊 发热期的三痛 那么发热期出现了高热啊 那么高热同时呢 伴有全身中毒现象 那么这个全身中毒呢 可以有浑身的乏力啊 有的人呢 会出现消化道的不适 那么考试的重点在于三痛啊 这个三痛呢 就是头痛 腰痛 眼眶痛 好 那么为什么会腰痛呢 啊 我们就可以想到 因为它有肾脏损害 所以肾的位置是不是在后腰啊 对不对 啊 所以会有腰痛 那么同学说了啊 这几个痛我经常记混 头痛 腰痛 眼痛 啊 和什么腹痛 胸痛啊 下肢痛啊 那么经常容易记混 那么我们怎么准确的记呢 好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一个窍门 叫记住什么呀 药 咽 头啊 那么这个药呢 就是腰痛啊 咽呢 啊 就是什么呀 眼眶痛 头呢 就是这个头痛啊 你就记住什么呀 记住这个图啊 药咽头啊 药咽头 就是三痛 药咽头 药就是腰痛啊 咽就是眼眶痛 这个头呢 就是头痛啊 记住 药咽头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发热器三痛指的什么呀 药咽头 对不对 好 腰是腰痛啊 要有腰痛啊 要有什么呀 咽就是眼眶痛 要有头痛 所以答案出来了 选择D 这个选项 好 那么发热器 还会出现三红的表现 有三痛 还有三红 那么三红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颜面部 颈部啊 和上胸部出现的发红的表现 啊 那么这个三红怎么记呢 你就记住叫做醉酒帽 就像一个人喝醉了酒一样 你看喝醉了酒 是不是脸是红的 啊 是不是脖子也红了 是不是胸部也红了 那么这就是三红 脸 颈 胸 都红 这就是三红的表现 好 那么发热器还会有出血的现象 那么出血的现象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形状 叫做什么呀 啊 排列成条索状啊 就这样一条一条的啊 这种出血点啊 那么在考试当中 你看到了排列成条索状 或者叫边际一样啊 像边子抽打 那个边子一抽 这个人身上是不是一条啊 血道子呀 对不对啊 这个一条一条的啊 调索状的出血点 是啊 出血热的临床的特点 好 那么我们啊 发热器在他的严重的病人呢 就可以出现肾脏的损害了 那么肾脏损害最突出的呢 就是蛋白尿啊 好 那么发热器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做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用一首打油诗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概括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 发热器是什么呢 发热三红醉酒帽 腰眼头痛像感冒 烟恶边际出血点 最后一句是恶心呕吐蛋白尿 好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 发热三红醉酒帽 腰眼头痛像感冒 烟恶边际出血点 恶心呕吐蛋白尿 那么这些内容就把什么呀 三红三痛出血点和蛋白尿 这几个重要的表现就概括出来了 这是出血热的发热器 好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考前要看一看 读一读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做一个训练 那么这道题呢 说这个病人呢 发热了 那么出现了什么呀 头痛和腰痛啊 这是不是三痛呢 对不对 再来看啊 他查体怎么样啊 哎 胸部明显的发红啊 这是不是三红的表现啊 另外出血点什么呀 是啊 抓痕样出血啊 一条一条了 抓痕啊 这是啊 出血点 另外花咽尿怎么样 有尿蛋白啊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出血热的表现 好 所以答案出来了 是选择C出血热 好 那么我们学完了发热期 我们要掌握三痛三红和它的特征性的出血点 那么之后病人进入了低血压休克期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特征性的改变 就是发热期结束之后 病人体温正常了 但是病情怎么样 又反而加重了 注意反而这两个字 它是违背一般的临床疾病的特点 我们说一般的临床疾病 比如说最常见的肺炎 那么发热了啊 表示病情啊 没有好转 如果不再发热 是不是病情好转啊 对不对 但是出血热跟它相反啊 跟一般的疾病是反的 它发热了 不再发热了啊 那么不再发热了 反而怎么样 病情更重了 为什么更重了 因为休克了 对不对 好 记住 这是一个陷阱 好 陷阱的地方 我一定要会给你指出来 不要做错啊 就是体温下降 反而血压紧接着会出现下降的现象 病情加重 那么这是出血热 跟其他疾病不一样的地方 是一个特征性的改变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呢 出现低血压呢 早期呢 它的皮肤的温度还能够维持 那么到了后期呢 就会出现什么 手足冰冷 发干的现象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图啊 血压下降呢 这个人呢 他的血液的灌注就不够好了 那么重要器官灌注不好呢 这个脑部就会出现头晕啊 皮肤的血少了 灌注不好呢 就会出现什么呀 皮肤的发冷啊 严重呢 会出现缺氧 引起子干的现象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啊 这道题呢 说病人有潮红啊 有腰痛 有头痛 有出血点啊 而且呢 蛋白药很多啊 我们可以诊断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啊 这个没有问题了 那么他问你啊 哪像是出血热的特征性的改变呢 好 我们知道出血热最特征的就是热退 怎么样 症状加重啊 跟其他病不一样 瞎病热退 肺炎热退了 是好了 而出血热热退了 反而怎么样 更重 这是最特征的 选择B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学习少尿器的表现 首先告诉大家呢 少尿器核心的表现就是肾功能的损害 好 那么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什么叫做少尿 少尿呢 指的是24小时尿量少于400 这就是少尿 那么再扩展一下 那么在24小时 如果尿量少于50 就是无尿 好了 那么肾功能损害是少尿器的核心的表现 那么肾脏的基本功能有哪些呢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图 那么肾功能损害 包括了尿毒症的蓄积 酸中毒 水电解质紊乱和高血容量的表现 那么这些呢 同学说不好记 那么我们掌握这部分知识的切入点 就是从肾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了正常的肾功能有哪些 那么它的损害的东西呢 自然也就知道了 好 我们先来看看正常的肾功能有哪些呢 有第一方面要排出毒素 好 正常的人要通过肾脏排出大量的尿素 基干这类的物质 那么如果肾功能受损呢 这些毒素怎么样就会增高 好 所以第一个表现就是毒素增高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看肾脏 还有什么功能呢 要维持水的平衡 要排尿 对不对 所以如果肾脏不能排尿了 是不是会出现什么呀 会出现高血容量啊 血太多了啊 血呢通过肾脏要过滤产生尿液 但是尿液没有了 所以血容量就会增多 好 那么还维持什么呀 电解质的平衡 尤其是肾脏呢 要排甲 那么如果甲排不出去了 就会导致什么呀 高甲血症 这是第三个高 那么第四个高呢 就是会引起酸中毒 因为肾脏要排酸 酸排不出去了 就会引起酸中毒 好 所以呢 概括起来啊 刚才那个复杂的知识 我们不要管 你只要记住四大高就可以了 那四大高呢 就是高血容量 高甲 高酸和高毒素 这是少尿期的表现 好了 那么第一个 就是高毒素 我们来看一下 高毒素会有什么表现呢 肌肝尿素蛋糕了 会有念食 恶心呕吐 消化道的症状 严重的会出现出血 甚至昏迷 好 酸中毒会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呼吸 叫做酷式呼吸 那么酷式呼吸呢 一出现 你就可以换等号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病人有酸中毒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两个图 第一个图呢 是正常的呼吸 正常的呼吸呢 像波浪一样 非常的平缓 对不对 平缓的波浪 呼吸非常的平缓 有节奏 那么不正常的呼吸呢 就是上面这个图 就是酷式呼吸 呼吸怎么样 呼吸又快又急又深 这样使劲的喘 记住 酸中毒是酷式呼吸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高甲会有什么表现呢 高甲的表现就是T波增高 好 那么正常的T波这么高 你看 随着甲的升高 这个T怎么样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所以要记住 高甲血症会出现T波的增高的表现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呢 说是一个少尿器的出血热患者 病人的心电图 你看T波怎么样 T波高尖了 有经验的考生呢 看到T波高尖 马上就能对应什么呀 高 血 甲 所以选择C这个选项 好 我们接着来学习 那么肾脏不能排尿 水太多了 就会引起高血容量 那么高血容量呢 会引起一系列的改变 比如说 肺部的血容量太多了 会出现肺淤血 肺水肿的表现 肺淤血肺水肿的病人会喘憋 那么在这个头部的 大脑的血容量太多了 会引起脑水肿 那么心脏呢 右心回到心脏的这个血太多了 那么心脏的血太多了呢 心脏的负担太重了 那么心脏的负担太重了呢 就会引起心衰 好 那么血管当中的啊 动脉当中的血量太多呢 会引起血压增高 这些疾病呢 都是由于高血容量造成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他说脑水肿啊 产生在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哪一期啊 脑水肿 那么当然是血容量多了啊 所以脑部的血多了 血太多就水肿了啊 所以选择C这个选项啊 少尿器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把少尿器做一个总结 那么总结呢 还是一首大优师啊 我们看第一句 叫恶心呕吐积毒素 第二句 深大呼吸酸中毒啊 接下来啊 剃拨高肩 血甲多啊 最后一句 肺脑水肿 容量足 好 连着读一遍 就是恶心呕吐积毒素 深大呼吸酸中毒 剃拨高肩 血甲多 肺脑水肿 容量足啊 表现就是容量多了啊 会出现肺脑水肿 那么还会出现血甲增高 还会出现酸中毒 还会出现毒素增多的表现 好 这个知识呢 我们要记住啊 是少尿器的表现 好 那么概括起来就是四大高啊 高呢 第一个高 容量高 第二高 血甲高 第三个高啊 酸高 第四个高 毒素高 啊